大家好 我是三喵 这个携小尾巴上岗 那么好久没做这个大网友问的节目 咱们接着来做一期 这个刚刚大家有什么有才的评论 在聊那个上一次 大网友问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叫Flying Birds 飞鸟 他说三喵 想不到你过去是教托福的 这个托福出国 如果想这个学费怎么怎么着的话 这个大概是怎么样子 那么上海这边 如果是一对一的报班的话 它的起价 如果在机构里面学 大概是1000人民币左右一个小时 那么当然这个包括给老师的工资 也包括课后的这种助教 所以说这种培训机构适合的是什么 就是你可能不太自律 就是老师给你讲的很多东西 你课上点头说挺好挺好的 但是你课下也不去认真的去学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把你摁在校区里面 去抽你单词 这个东西 大概是1000块钱一个小时 那么一节课是两个小时 很多人报课是50节 那么几十节就那么去报的 那么真正考试托福一次是2000多块钱 雅思也是2000多块钱 大概就是这么个行情 那么所以说这件事情真的是烧钱 烧钱的军备竞赛 那么讲这个大河五藏那一期 这个Osaka 10 他说三秒你聊聊比斯麦号的故事吧 我太想聊他的故事了 我从来没有聊过他的这个故事 那么之前有朋友说这个 你这个英语听力是怎么练的 我好像也提到过 就是拿着一个国家地理的纪录片 这个寻找比斯麦号战略舰 Search for the Battleship Bismarck 这样的一个战略舰的纪录片 大概是50多分钟 反复的听 反复的听 把每一句话都给听到 因为我真的很着迷于这段历史 那么当时英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击沉他 因为那个所谓的蓝银河演习行动 是大型水面舰支的破交战 这个对于英国来说威胁太大了 所以不惜一切代价 要把比斯麦号给击沉 那么没问题 这个节目回头专门做一期 顺便说一下 这个练英语听力的话 找一个你感兴趣的话题 反复的听这么一个音频的demo 把它给听好了以后 听类似的这种demo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那么还是这位Osaka10 他说在我聊舰炮的那期 他说三秒 这个你看炮兵 你看那个风雨者里面 他那个炮兵爆那个数字 是什么含义 这个就是炮它不是经纬度 是炮兵地图上的坐标和高度 就是这样的炮兵地图 它会把每一个每一个地方 它都有炮兵地图上的坐标 注意这个不是经纬度 是炮兵地图上的坐标 观测员要保证跟后方用的是同一个炮兵地图 那么这个时候观测员只要他看到那个目标在这个地方 他确定是在地图上的哪个地方 就直接把这个地方的坐标报给后方的炮兵单位就可以了 所以说为什么炮兵地图是一个机密的这种东西呢 对吧 机密的东西就是因为你拿到这个炮兵地图之后 如果你有那种造精密火炮的技术 那么你想干什么 对不对 那么顺便说一下 这个欧萨卡天眼他问我 那为什么 它是怎么测距的 很简单 三角函数 对吧 就是我这个地方的距离 我看到目标在那个地方 我的这个地方到目标的距离 然后我的这个方位 我是一致的 那通过简单的三角函数 就能够把这个给推断出来 而且是要速算心算 当时 这个1941年 德国军队去入侵苏联之后 这个大量的这个苏联军队不是损失了吗 急需要去征兵 然后很多的苏联青年去征兵处 干嘛呢 先做三角函数的这种数学题 你能做会的 好 炮兵 那个你做不会的 不好意思 步兵 就是那种几个人发两杆枪 就那个样 所以看见没有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关键时刻 能当个炮兵 不至于第一波冲锋陷阵 就给送了 对吧 那么事实上 这种三角函数的这种推断距离 推断方位的这种东西 对于观测员和炮手来说 这都是必修客 这都是必修客 那么当时讲一个事情 就是1942年 日本海军的金刚号和真名号战略舰 他们去炮轰 刮岛的亨德森机场是在晚上 那么晚上的时候怎么炮轰呢 那个岛上的日本陆军特别难得 这个时候跟海军是进行了比较密切的协作沟通 在这个岛上点燃了三堆篝火 那么这个机场就在这个三堆篝火组成的这个三角形 当中应该就是这个三条这个就是垂线焦点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海军是通过观测飞机起飞 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推散过来 然后直接打过去 就是这样 通过这种坐标这样的设计 那么所以你看学好数学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对吧 那么接着再往去讲 那个戴威勒斯在也是在讲那个现代舰炮的时候 他说现代舰炮对付这个无人艇 就是乌克兰那种自杀无人艇 能做到百发百中吗 当然不能啊 如果做到百发百中 那么请问俄国这陈的那个长者级登陆舰是怎么回事 俄国陈的那次护卫舰又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连西方的这些舰炮啊 他想对付这种无人艇都不能做到 百发百中 那只能说是雷达去这个 看到这个无人艇在每个地方啊 如果这个扫海雷达足够好的话 然后就密集的就打过去弹幕去消灭对方 那么俄国这边的雷达 哎呦 那就真不好意思说什么了 那有人会说 三秒你聊一聊这个俄国的舰炮 为什么就就那么拉啊 好吧 这个咱们单独做一期的一个节目 然后也是在聊那个啊 在聊那个张寻啊 手随扬这个吃人可能会有这个道德上很大很大的争议 他说然后有一个朋友叫man of sesame 他说那个当时日本的小丽园群岛吃人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饥荒 哦 关于这件事情啊 那个袁老师聊过一期节目叫那个副岛事件啊 那个节目我是做过一点微小的贡献的 那么我就可以先说结论 完全不是因为饥荒 那个当时啊 这个日本的海军军官丽花仿佛在那个岛 因为那个岛距离日本本土还算是比较近的啊 他们投降的时候 这地窖里面清酒啊 什么食物 到处都是 那他们为什么要吃 就是为了彰显我们很有勇气 很有精神鼓舞士气 把那个美国士兵那大腿肉什么肝给弄下来 去做受洗烧这个恶心的 简直不要不要的 这丽花仿佛还觉得好吃 再来一碗 当然了 那么这几位这个主谋啊 战后这个不要觉得美国人很仁慈 但是对于这种是绝对绝对不仁慈的 甚至啊 战后国际法庭审判的时候都找不到吃人 这个罪我到底该怎么判 因为你知道这个国际法庭也默认 大家都是文明人 吃人这种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了文明人的底线了 那我怎么判呢 对吧 侮辱尸体罪 随后丽花仿佛那几个人是被判了绞刑嘛 然后在听判决书的时候 侮辱他们 不许穿上衣穿着花裤衩 聆听了对自己的这个死刑判决啊 再聊那个武库剑的那一期啊 然后有朋友说 怎么样 你有没有考虑这个养科基 因为我说这个武库剑就是拉长版的科基嘛 对吧 包括我在聊那个日本军舰的维杆的时候也聊 扶桑级战令箭是这个科基版的这个金刚级啊 的确我非常非常喜欢科基这种狗哎呀 说实话啊 就是我我自己在这个养宠物就是养宠物之前嘛 就是那个养桃桃那个大肥菊是我养的第一只宠物嘛 然后这个在养他之前我一直想着哎我的理想中的猫 应该是一只奶牛猫啊 因为我觉得奶牛非常可爱对吧 但是太大了养不了 养个奶牛猫也不错嘛 然后那个狗呢 应该是一只科基 因为科基真的超级可爱 他那个腿短短的 然后那个眼神特别特别的呆猛啊 然后那个我每天去那个奶茶店去去点奶茶 然后他那边那个店主会把他的那个科基带到店里面 然后每天我说要点什么烧仙草啊什么的 然后就对着这个科基一顿狂揉 然后当然了 这个我自己养的所有的这个宠物 包括你看那个小尾巴 包括那个花花啦 包括这个桃桃啦 你包括刨瓜物美都是自己捡的流浪猫流浪狗 那就是老天爷给什么我就养什么了 所以说目前这五只动物对我来说已经很好了 尤其是狗狗 这个可能诸位不知道这个刨瓜乌美 每天都是要需要溜好几回的精力 特别特别的这个充沛 我觉得这两只已经够我去照顾了 然后如果再有这个一只科基的话 小心袁老师会断更多哦 对吧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么当然了 这个我自己觉得刨瓜和乌美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科基没有尾巴跟我玩 我平常没事 但是我经常这个动一动这个刨瓜的尾巴 我管它叫甜甜圈 它那个尾巴是这样卷起来的 然后那个乌美那个尾巴 我就管它叫蜡烛 因为这个苏州话蜡烛 可能有不好的意思 但是那个乌美那个尾巴的确 非常非常的像那个蜡烛的那个形状 非常可爱 所以说目前有这么几只蠢物 我已经非常非常的满足了 然后再多的话 那真的就是洛阳亲友如相问 我 我就不能写稿子了啊 然后那个聊那个日本跟美国的防空炮的时候啊 那个大核号战列舰的三式弹是什么 那个是战舰主炮的一种炮弹 战舰主炮的这种炮弹 它那种炮弹里面是有这种无数的橡胶小颗粒会燃烧 但是那个东西也是定时隐系 你只要飞机不飞到那个里面就不会找死 所以这玩意叫什么呢 这叫看着特别厉害的国之重器 国之重器 对吧 现在你去那个日本无视的战舰大核博物馆 还有三式弹呢 再去看 对吧 那么再讲那个战舰桅的那一期啊 有朋友说 那个三秒 难道就没有想过观测放气球这种东西吗 哎 真的想过啊 这个一战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战舰 它后面是拖这个气球的 但是这个带来一个问题啊 你这个气球上的人怎么观测 这个被震的七荤八素的 对不对 后来大家就学乖了 怎么说呢 我有这种观测飞机不好吗 你看这个陆二号站立舰后面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小飞机 它这里有一个弹射器 那么海战的时候可以把它弹出去 弹出去在高空观测敌情 这不比气球靠谱多了吗 你这气球 你拖着这玩意儿 你这个气球上的人被震的七荤八素的不说 你军舰拖个那玩意儿 航速啊什么机动都很受影响 那有人说 那你这小飞机怎么收回来 哎 这个有一个吊车啊 在这个位置有个吊车 就是回收这种小飞机的 对吧 那么当然了 那么这种东西的这个作用也仅仅局限在战舰炮战的基础上 那么随着航空母舰的问世 这一切也就成为历史了 那么好 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